2019年、2022年、2023是今年第三次獎 金門的雞蛋要帶來台灣 都還要檢驗證明 現在連澳洲的雞蛋都可以進來台灣 金門的雞蛋還不能帶過來 他們是有檢疫的通過的證明 是相關檢疫要求 那因為我知道委員 欸欸欸欸 情流感 哪裡有情流感 中華民國哪裡有情流感 是因為他離對岸比較近 對嘛 所以是這個議題 這是去年的 這些去年你回答我是這樣說 因為金門離大陸很近 所以鳥會飛到 蟹鳥飛到金門 所以可能會有情流感 但這幾年來金門都沒有情流感 台灣哪裡有情流感 院長 張華 雲林 嘉義 台南 屏東都有情流感 金門有沒有情流感 沒有欸 離大陸很近 蟲鳥 什麼蟹鳥會飛過來 我們沒有情流感欸 但是我們的雞蛋不能帶來台灣 請問你屏東啊 台南啊 嘉義這些雞蛋帶到台北來 要不要出一些檢疫證明 我這去年就問過你了 你已經再度被我問了 我問一下院長 這樣合理嗎 這樣是不是造成這種 國中有國 一國兩制 對不對 人呢 正常的台灣人不能從金門出境 正常的金門雞蛋不能帶到台灣來 你覺得金門人會怎麼想呢 我們希望給台灣人民溫暖 也希望給台灣人民溫暖 希望是 希望是 希望是齁 那會不會這個 南部的太陽比較大 所謂南部比較溫暖 北部比較陰冷 比較濕冷 所以比較沒有溫暖 那離島非常遠 而且這一次就是 那天就能不動 就是大陸的 就是大陸的 又是大陸的 可以說 五月指揮中心會退場 這個沒問題吧 這是最新的政策 這是現在的估算 那當然還要看疫情演變的情況 還有病毒株演變的情況 那如果是一切按照我們現有的趨勢來看的話 我想請問院長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同樣是台灣人民 中華民國的人民 可以從桃園機場出境 比如說不管到哪裡 到中國大陸也可以廈門 松山也可以飛廈門 為什麼中華民國人民 不能從金門出境 你這個溫暖是不是有一點偏頗 院長 你知道在說什麼嗎 你知道小三通政策嗎 我知道 小三通政策現在是怎樣你知道嗎 小三通政策 當時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也是金馬的人民 有顧慮到金馬的這個醫療的量能 可能比較不能夠負擔 比較大的這個疫情爆發的情況 所以就會有 所以你特別給我們的溫暖 特別讓我們不能 特別考慮到這個金門馬祖 一旦疫情如果蔓延的時候 會比較不容易 那現在你看嘛 指揮官都說了 指揮官都說了 三月這個免隔離 四月醫院解禁 五月指揮中心都退場了 對吧 那所以下去小三通 是不是應該就可以開放了 不要限制什麼台灣人金門人 是不是 看疫情的狀況 還有看這個 指揮中心都說了 現在第一階段嘛 金馬鄉親幾度配 第二階段還沒有嘛 台生台商都沒有 第三階段當然大陸客都沒有嘛 那這個部分 你的溫暖可不可以照到金門來啊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指揮中心都說 三月四月五月整個都要 對 都要退場了嘛 那這個就是看我剛才講的嘛 就是在金門馬祖 到那個時候呢 他的這個 下去都免隔離囉 免隔離還有什麼醫療量的問題 你可以告訴我嗎 到了那個階段免隔離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要來考慮了 免隔離哪一個階段就開始了 三月份就開始了 現在已經三月囉 三月免隔離喔 現在已經三月囉 我跟委員講一下 那個報宅的那個title 你不是要只要看title 那個是 輕症免隔離 重症還要住院治療 那出境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從金門出境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入境來的人 你先告訴我出境可不可以啦 出境可不可以 出境可不可以嘛 出境是去外面嘛 出國嘛 目前是不行啦 對啊 那有什麼問題 跟醫療量的人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啦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告訴我嗎 出境 你先告訴我出境有什麼問題 出境的話 離開中華民國有什麼問題 你要考慮到他如果 你不用考慮他入境 你先告訴我出境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 政策可以分階段 我可以接受 怎麼做 你是不是可以儘快的 在你的院會裡頭討論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會來跟這個指揮中心來考慮 指揮中心都要退場啦 金門 我剛才講過這一個疫情的狀況 是需要隨著時間來評估 我剛才已經講過 那如果說評估的結果是合適的話 當然就會 什麼時候評估 可以 什麼時候評估 那我們會 剛才講過的 這也寫嘛 就是運動性的檢討 什麼時候 現在已經是3月 那我們現在是3月10號的時候 是會公告嘛 然後20號來實施 那這個我們就 所以10號就會幫我們評估啦 對我們會有這個評估的狀況 10號也很快到 謝謝院長 10號評估 請你瞭解這個 您看到這個 這個 有變化了吧 應該可以滾動式檢討 不要讓金門人一直覺得 好像沒有感受到院長這個溫暖 那你看齁 這個部分 我來看齁 你看 因為沒有小三通 金門這個從109年開始 你看我們之前200多萬 這個是旅客 往訪金門這個旅客 這幾年消失了 一年消失了 100萬的這個旅客 對我們金門的經濟影響很大嘛 那這一次交通過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的旅客也是大量的減少啦 是是是 那現在議後了以後 開始要復甦了嘛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議後這個預算嘛 那這個江部長也在這裡齁 那江部有提出一個擴大 國際觀看的方案嘛 這個要給五千塊 五十萬份 然後團客來台的這個措施 這個相關的這些部分都有嘛 那江部當然謝謝啦齁 這幾年來一直都有在幫忙 支持金門做這些 不管是軟東旅遊 或是各方面這個相關的這個 幫助離島金門的相關的 這個旅遊補助 那我想請問院長齁 部長齁 這一次齁 這個 議後這個特別預算的振興部分 對我們金門離島 是不是也可以再有一些 特別的這個幫助 因為你知道 如果錢一樣多 外國人要再飛到金門去 也要花比較多錢 目前都一致啦 就是自由行就五千塊 那團 五千塊也要抽籤喔 不是都是五千塊 然後那個 團客就是一萬跟兩萬這樣齁 目前都一致了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最近只能在金門投入的 不管是國家工業 我們都有看到 所以我在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 請求這一次在疫情的 請院長跟我們溫暖 這個部分在金門這個部分 是不是跟我們再加碼 特別匡列我們的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一定是 全國都一致的啦 來補助 那就像剛才講的 自由行的話 就是每一個人五千塊 抽籤抽籤 我說不是那個部分 我說在這一次的預算裡頭 因為你知道 現在小山東也不跟我們開放啊 特別跟我們限制啊 然後這個 大陸的觀客也不能來啊 我們離島都還要靠這些觀光客嘛 那台灣各個現在還有其他產業啊 那以前國旅交通部也有加碼過啊 這個部分是不是幫我們 再來怎麼來跟我們支援一下 請部長這個 金門齁這個風景很漂亮 我覺得他還不用靠加碼 很多人會過去啊 所以我也放心啊 國際觀光要來 那金門應該是 不會啦 因為還要再作飛 我已經都問過 當然很多 很多觀光客願意去金門啊 這次我就接待很多啊 瑞士的國會議員也過去啊 香港啊 日本 西米已經夠了啦 但是 但是因為還是要坐飛機嘛 費用就是比較高啊 你既然要限制我們小三通 限制我們不能自由往來 那你自然也在 其他部分要跟我們支持啊 院長可以嗎 我想這一個部分喔 一定是 國際觀光客 進來 他們要到金門 還是一樣可以享受 同樣的這一個 但是 金門就是比較遠啊 那個 之前都有國旅相關方面的補助 部長在這部分可不可以來支持一下 對金門的特別多 明顯的幫助 對金門的特別多 我們要給我們一點幫助啊 院長 你要限制這麼多 也要給我們一點額外的幫助啊 我想我們 先實施這個方案喔 然後 當然就像委員所講的 我們來配合 這一個 這一個 疫情指揮中心 他的觀察 三月十號喔 對 就是我們三月十號會檢討 會檢討 那檢討以後 如果開放以後 這個部分在交通部 這個預算這邊 是不是給我們支持 那如果說是 觀光客的話 那當然也是一樣可以 自由行的觀光客也可以 但是在這裡面 我們也要考慮到 就是說 中國呢 到現在 對於台灣的旅遊 是有限制的啦 這個陸客的自由行 大陸是對金門是開放的 如果你要討論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討論陸客啦 我今天要討論 這個是義後的這個振興經濟啦 那個 陳院長在之前的813 那時候也有去金門嘛 所以也有去跟我們參訪過嘛 應該留下很好的印象 金門也很和善啦 所以這部分請你們多支持 我正在問 那個 經濟部的這個部分 在之前 之前這個 經濟部在之前在這個 疫情期間 對我們金門幫助也很大 比如說在這個商圈的部分 還有這個促銷 金門的商圈 還有相關這個 這次計畫裡頭 這次在134億裡頭 這個 規劃特別商圈的 綠色商圈這個部分說 這個經濟部是 有對金門也有做相關的這個計畫 有 有 有齁 沒有問題 那謝謝部長 那我們請這個文化部 文化部 我想請問文化部 這個您推動的 意後特別條例的五個方向 產業精準 振興 推動文化體驗 強化 異文平權 壯大藝術內容 擴大參與 這些部分 這個 請問在這個裡頭 異文平權的這個部分 表演團體 巡演有沒有包括金門 當然有 當然有 65個偏鄉 18個離島 55個住民校 謝謝 那請問 您的這個文化理經的這個部分 年輕人這個 一個人1800 這個怎麼樣強化在地的這個使用 是的 跟委員報告 1200是普發 每一個18到21歲的年輕人都有 但是我們也考慮到非六都的地方 它的消費的對象比較少 所以我們會特別跟縣市政府合作 強化比如說文化中心的表演節目 或等等獨立書店的這個這個銷售 所以文化中心的表演也算嗎 就是因為原來 在這個裡頭 你看這個義方券 在金門可以使用的店家 只有三家 是 所以等於是可以消費的這個場所很少 所以你現在的政策是打算 是 我們就是會來強化比較少的 這個消費的對象的時候 我們來強化給予它其他經費的補助 會讓它能夠有一次性的活動 或產生一次性的活動 所以這個文化 對不對 文化中心如果這些東西是不需要發費的 那你這些錢要叫 是不是可以怎麼樣結合這個觀光的行銷 是 我們也會來設計這樣子 好 這個部分麻煩你們 對金門這個部分 好 謝謝部長 這個院長 剛剛說到這個不平的待遇部分 我來講一件事情 這已經是我 第三次講這件事情了 我剛剛看到新聞說 澳洲的彈都已經進來台灣了 對吧 你知道吧 是 我在二零一九年第一次講這個雞蛋的問題 還被側翼攻擊 講金門雞蛋的這個問題 金門也是有雞蛋 但是 金門 有沒有情流感您知不知道 那個 院長知不知道 金門有沒有情流感 你知不知道 金門有沒有情流感 那你知不知道 金門這個 你知不知道憲法有這個 或要唱其流這個規定 一國之內 貨物允許自由流通的規定 對 如果那個地方的 貨物的產量是夠的 那可以 可以 應該可以自由進出 你看我們有逐年的在做調整 2019年 2022年 2023是今年第三次講 金門的雞蛋 要帶來台灣 都還要檢驗證明 所以你看 在你的爭取底下 我們逐步的調整 跟放寬 現在連澳洲的雞蛋都可以帶來 都可以進來台灣 金門的雞蛋還不能帶過來 他們是有檢疫的 通過的證明 是相關檢疫要求 那因為我知道委員 欸欸欸 禽流感 哪裡有禽流感 中華民國哪裡有禽流感 是因為他離對岸比較近 對嘛 所以是這個議題 這是去年的 這些去年你回答 我是這樣說 因為金門離大陸很近 所以鳥會飛到 蟹鳥飛到金門 所以可能會有禽流感 但這幾年來 金門都沒有禽流感 台灣哪裡有禽流感 院長 哪裡有禽流感 所以跟委員報 禽流感當然 現在在整個中南部 那這次影響比較嚴重 那非常感謝我們 你看喔 張華雲銀嘉義 台南屏東都有禽流感 金門沒有禽流感 沒有欸 離大陸很近 紅鳥什麼禽鳥會飛過來 我們沒有禽流感 但是我們的雞蛋 不能帶來台灣 但是 鎖的可以啦 那生的部分齁 你不要講熟的 吃生的 來 說生的 來 那請問你屏東啊 台南啊 加一些雞蛋 帶到台北來 要不要出一些檢疫證明 我這去年就問過你了 你已經 再度被我問了 我問一下院長 這樣合理嗎 這樣是不是造成這種 國中有國 一國兩制 對不對 人呢 正常的台灣人 不能從金門出境 正常的金門雞蛋 不能帶到台灣來 沒有啦 你覺得金門人會怎麼想呢 真的很謝謝委員 而且這一個 我要非常感謝金門的農民 因為在那一邊 其實他的續情續產 也蠻多的 牛 豬 跟雞 雞就有十幾萬隻 那雞蛋就有超過九萬 所以 我們希望說 因為之前這個會議 是專家會議決議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們先跟金門縣政府 一個禮拜以內 把要執行的這個程序 簡化之後 我們開專家會議 我最後的簡化就是開放 尤其這個部分 其他的我還不跟你爭 不然你就要 那些其他台灣地區比照 什麼嘉義台南比照 帶到台北來一樣給我做一樣的動作 謝謝委員的建議 所以我們 因為當初是專家會議決議 我們還是回去專家會議 那會盡快召開 但怎麼這個簡化 讓我們跟金門縣政府 很快的來談好 因為後面 讓整個讓 比如說我們很多金門鄉親 希望可以吃到金門的雞蛋 這樣就可以來具體的落實 好不好 好 很快一個禮拜 我們真的是要謝謝澳洲 可以進雞蛋 讓我們金門縣 終於有機會到台灣 我們本來就跟金門 可以很好的這樣 院長希望你可以特別關照我們金門 但是不是給我們限制 是給我們跟你們一樣的待遇 好嗎 好 謝謝院長 我們有期待 我們下山陣工夫 也是趁留地方 我們下山陣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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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我們下山陣工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